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苗波亞 今天呢,在台灣的歷史上發現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在新加坡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 那這件事情其實他暴露出來的是台灣非常嚴重的憲政危機 在現行的憲政架構之下,所有的總統在他任期的尾聲 不管是最後一個月,最後一個星期,甚至最後一天 他都可以自意的決定台灣未來的重大的政策 而且沒有什麼憲政機關可以對他做有效的制衡 那不過我想,所謂的無力呢,其實並不是完全的無能為力 至少在目前的憲法跟法律的架構之下 我們的立法院還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因此以下我會簡短的說明 如果綠黨跟社會民主黨聯盟在立法院取得了席次 如果我是立法委員的話,我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來因應這次馬錫會對台灣的傷害 一個門檻最低,但是CP值最高的做法 是申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由於這次馬錫會是總統行使他的職權 但是完全迴避了國會的監督 因此他會形成一個立法權跟行政權適用憲法產生的疑義 所以我們只需要有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連數 就可以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請解釋 解釋總統馬英九先生跟中國國大主席習近平見面 是否需要到立法院事先報告 那麼這個行動呢,其實不需要國民黨的立委贊同 我們只需要在野黨的立委全部聯合起來做就可以成功 因此在國會裡面我想這是最容易 而且現在立刻馬上應該要做的事情 其實第二種做法呢,就是如果我是立法委員 我會在國會裡面提案 然後求立法院決議不承認這次馬錫會的任何結論 這次馬錫會對於台灣最大的傷害是 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竟然在國際場合公開的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這給國際社會帶來一個非常錯誤的印象 大家會覺得台灣社會都認同馬英九這樣的發言 因此我們的國會我們的立法院 更有必要傳遞出台灣另外一種聲音 傳遞出台灣大多數的主流民意 所以由立法院決議來否定馬英九總統 這一次馬錫會所做的任何發言跟任何結論 我想這是對於國際社會表態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第三個做法呢,是針對馬錫會這一次完全的黑箱作業的事後就責 根據立法院職權行政法第45條以下 其實我們的國會可以透過院務會的決議設置 馬錫會的調閱委員會 透過這調閱委員會呢 其實我們可以跟總統、總統府跟行政院陸委會 甚至跟國安局調閱馬錫會磋商的各種相關資料 還有這一次馬錫會在閉門會議裡面以及在晚宴裡面 到底馬英九先生跟習近平先生談了什麼的相關資料 那藉此呢,來究責 第一個是事前黑箱作業 第二個是在馬錫會的時候 讓台灣主權流失的相關行政責任跟政治責任 再來第四個方法呢,也是一樣 同樣的按照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邀請總統馬英九先生到國會針對馬錫會進行報告 那這個進行報告 當然不是只有馬英九他個人自說自話就可以的 因為依照法律在總統國情報告之後 立法委員是可以向總統提問 其實並不認同 而我想這次馬錫會其實 他最大的實質傷害呢 就是馬英九總統的發言 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的發言 嚴重的傷害了台灣的主權 因此透過以上的方式 我想這是最能夠向國際社會明確的表達 抗議的一種作為 尤其是立法院是我們的憲政機關 國會是代表台灣人民民意的最主要的機關 由國會議員的提案跟國會議員的申請事件 這可以傳達出非常重大的 向國際上的宣示的意義 當然非常遺憾的是 因為現在國民黨仍然是立法院的多數 所以呢馬錫會在國民黨立委的強力護航之下 也許我們在國會不能夠現在 取得很重大的實質進展 但是各位請不要忘記 在明年1月16號我們選出了新的總統 跟新的國會之後呢 有長達四個月 一直到5月20號 四個月的憲政空窗期 因此我在這邊也承諾 如果我1月16號的選舉 我成功的勝選 在我當選之後 2月1號就職之後 針對上述的四項方式 我會立即對馬錫會採取行動 讓新國會 尤其是如果是進步力量 改革力量過半的新國會 可以對這次的馬錫會 做出最嚴厲的監督跟制衡 讓國際社會 能夠清楚的認識到 台灣的新民意 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的新民意 是否定先前的馬錫會 最好的狀況就是 透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來確認 馬錫會的程序 是完全違背台灣的憲政 完全違背了台灣的民主程序 那這樣的作為 我想是最能夠捍衛台灣主權的 在此呢 我也必須要向我們選區的 現任委員賴斯保委員 來提問 賴斯保委員 你面對馬錫會 馬英九總統公開承認 一個中國原則 馬英九總統 幾乎是等於消滅了中華民國 這樣子的作為 你有什麼看法 而你在立法院裡面 你要如何為台灣的主權把關 如果賴斯保委員 如果是你 你可以承諾上述的四項方法 會是你用來監督 暴衝總統的方法嗎 如果不是 你又要為台灣的人民如何負責呢 我想 全台灣人民都非常期待 賴斯保委員的答案 我是苗伯亞 我代表綠黨 社會民主黨聯盟 參加2016的立委選舉 請各位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把我的承諾 在國會裡面實現